大家好 很高興跟各位介紹 RE-STUDIO Delphi開放IoT50的相關領域 首先在我們正式開始之前 我們先來看一下 林百里這一兩天 在社會上說的段話 突然喔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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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也可以帶個標籤 那個突然還是那個 突然那個 治療之前 那些豬 比如說一頭羊 從小到大到大 就是它裡面 中有被 治療都 全部都被 被刪刑的 那四歲以後 非常搭配 那個 它的價值比較高 因為它是五屋 一個有雞的 一個豬 或者一個羊 這個豬 我講過之前 那個往之前 所以我告訴你 那一段豬 或者兩萬三稿 所以說 現在 我感覺到那個 那個政治部門內 那個 忽然是一個大事情 但是 那個連環部 應該是一個大事情 都要找的 但是我們 台灣的產業 可以做硬件 看看那個 客房的做 做這個意外 要把你們做這個速度系 它是整個的 所有網的這個產業 我們還是沒用的 所以 我想說 我們 下午後 我們就 我們過去30年 IP部門內 我們從小大 從那個 班導體到那個 頂和 頂和 頂和體系 都只能能夠做一個 但是下一個 下一個 下一波的真意 最多的錢在哪裡 都在裡面 这才中文 这才一个兴趣 这里面的服务 所以中文的大人 他的主教 这样 是要用你部会 这样 他就可能 没有这一块 这样没有这一块 但这一块的硬件有没有办法 是要知道的 从口 我大概跟各位介绍一下 就是他讲的重点 就是说互联网是一件大事情 就是那个device 是一个比较小的事情 因为台湾的ITC的产业 在硬体的这部分已经很完善了 就是说我们在创造整个生态链 跟整个上下游的垂直整合的是比较弱的 那这个部分就要靠大家了 因为这个要整合不是只有硬体而已 就是要软体 因为我们做硬体可能只有毛三到四 毛利率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 但是你做软体啊 就是整个服务啊 就是像Apple的音乐啊 它的毛利率就很高 对 所以就是各位很重要 要多写一些后 好 那现在我们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 那各位有问题的话 就是可以随时提问 然后我就暂停 有需要开口令各位解说 各位就不用客气 刚才零百里那段话 我们可以体会到 在路灵网的时代 除了要有硬体的各种性质 还要有软体的资源 更要有异端的配合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好的开发工具 来开发App 服务器 还有这些程式 接下来我们就正式开始 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就是 物联网相关的应用实力 我们以这个烟雾侦测器 还有漏水侦测器的应用 来跟各位介绍 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 首先我们会介绍 我们是使用哪一个开发工具的 哪一个版本 第二个 我们使用的物联网的架构 与使用的相关的元件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 三段影片的观看 并跟各位做相关的解说 最后我们跟各位介绍一下 开发时所用到的一些 相关的小技巧 最后就是问题与讨论 我们最早是 Delfine CR2 在这个版本来进行开发 之后 因为国营版上是 所以我们 最后把所有的专业项目 都重新 转到国营版的这个版本来 接下来跟各位介绍一下 物联网 IoT 的系统交过跟使用的研究 首先 我们在手机的这个部分 使用了这个难兰 滴电压的这个元件 来进行物联装置的相关的设定 并且透过这个Memory Table 来进行相关赞存资料的储存 然后在云端的沟通方面 我们使用Net-HTTP开 来跟云端伺服器相互的沟通 然后云端也透过 这个PushMessage相关的机制 来做讯息 各项讯息的通知 然后在物理通知的部分 物理通知它有Sensor跟Wi-Fi的相关功能 Wi-Fi它的Sensor感受到相关的事件发生 相关事件发生 利用Wi-Fi临到AP 再临到云端 来通知伺服器 伺服器云端的程式 再利用讯息推播 将相关的警示状况 推播到手机来 给使用者知道 虽然在Client这边 也可以使用其他像REST相关的元件 但是我们是选择比较容易使用的 这个Net-HTTP Client 那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来选择适当的元件使用 那至于手机跟云端这边的资料传输 都是以JSON的格式来做交换 好 接下来 看各位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其他的Net-REST的component 我很少用 所以我就用这个 我全部都是用这个来做 对 那至于说你这个Cloud 你就是说 不一定要用DelFi写的 可能客户原先 已经有建好的Cloud的极致 那你就follow它的那个HTTP 或HTTPS的那个URL的Command 来做资料交换跟处理就可以了 那我们这个APP的话 它在手机上是没有任何资料库的 它所有的资料库都是存在Cloud上面 等于说你每次登录的时候 它就下Command过去 然后取JSON回来 然后用这个Memory Table 做暂存的处理或排序之类的 然后再显示在这些EasyView的里面来 对 那各位没问题 我们就接下去网一下密改 用其他像REST分区自己 可以介绍一下低电压蓝牙 这个元件 如何使用它来设定物联网的相关装置 首先我们有写了一个测试缆的程式 然后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测试缆程式的画面 各位可以看 这个也是测试缆程式的截图的画面 然后我们使用这个低电压蓝牙 进行相关设定的步骤 就分这14个步骤 来跟各位介绍 接下来我们来看影片 影片中会详细的跟各位做相关的介绍跟实际操作 我们跟各位介绍一下 利用内建的蓝牙低电压元件 来开发物联网相关的应用 我们使用这个低电压蓝牙的元件 来对物联网装置进行WiFi的相关设定 那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写了一个APP 里面有 第一个是基本设定 第二个是进阶设定 那基本设定的话呢 我们就是利用这个内建的蓝牙元件 来对物联网装置进行相关的搜寻 及相关讯息通知的设定 那第二个进阶功能 进阶功能 我们就对实体的这个物联装置 进行WiFi的 WiFi可连接的 WiFi的SSID的扫描 及读取及相关的资料处理 最后我们将WiFi的名称跟密码 设定到这个物联装置 之后物联装置 侦测到 侦测到任何的相关数据 也都可以回报到密码 那第三个页面的话 就是无限的清单 就是说物联装置 它有些会提供 可连接的WiFi的扫描功能 那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扫描的功能 取得所有的SSID 还有加密的方式 还有它讯号的强度 来做我们物联装置 相关设定的参考 那这里文件应用的步骤 我已经写在这里给各位参考 那各位假如在桌户面 来买相关设定 都可以按照这个依序的步骤 来进行相关的设定跟处理 那接下来我们直接来看我们的程式 这是我们写的一个状态 这个是我们写的一个状态 然后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文件 就是低电压、蓝牙的这个文件 这里面的这些相关的这些 里面的这些设定 各位可以根据 与自己的蓝牙装置的相关规格 来进行相关的程式的撰写 那我们现在就把手机投影 给各位直接来看 这个操作的方式 那我就投影给各位看一下 那我们首先来点凶我们的APP 这一个蓝牙设定 这一个蓝牙设定 那我们进来以后 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第一个步骤 就进行搜寻蓝牙的装置 那它可以搜寻 你所有的物理蓝牙的装置 那目前也是有一个装置 可以看得到 那首先我要先取了 这一台装置的SID 可以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里 各位看一下 这里 现在是闪烁的 当我进行蓝牙连接的时候 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就会变成是固定的灯号 再来 我已经跟它连接完成 我就能进行 你看你要服务的资料的取得 因为你要进行相关的这些设定 你就要有这些相关的蓝牙 这些设定的这些补物 那我们才可以 跟它这个蓝牙物理装置来做沟通 那首先我们 取得这个物理装置 它的电量 目前它的电量是它跟着打 再来的话 我们来设定蓝牙的通知 所谓的蓝牙通知 就是说 我发一段的讯号 给这个蓝牙物理装置 它会回馈回来 说它有什么内容 可以回报给我 能够可以进行双向的沟通 像这一个取得电量的 就是说 我已经先设定相关的服务 然后我发一个电量的卡内 取得电量的卡内给它 它 我们就可以再利用这个 物理装置的这个文件 收到相关的电量的资料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间接设定这个部分 那间接设定的这个部分 好 我们也切换到这个程式这里来看 好 最主要是说 我们第一个要先取得 请问一下 请讲 刚刚那个取得装置电量 对 它是直接内建在这个装置里面的一个 一个蓝牙的service 在提供 对 还要去用什么样的方式 把这个扣放上去 对 那个蓝牙它所提供的任何资料 就是说你的蓝牙晶片 它有所提供的哪些服务 它已经写在任体预展在里面了 对 那这个部分不一定是 只有电量的这种资讯 就像 就看各位的device是什么 比如说PM2.5的感测器 或温度感测器 湿度感测器之类的种种 原理都是一样的 所以一个service 那个代号 没办法动 对 好 请讲 那刚刚讲那个低电压的那个 对 那个是内建的元件 是不是我们讲的很短 对 低功率的 对 低功率的 对 一次只能一个对一个 不能一对过 譬如说你有三个device 所以我们第一步要先搜寻 那个device 我要先对哪一个作动 譬如说我家里买了三个感测器 那我一次就一个一个来 那原则上硬体的制造商 它会在它的彩合 或者是其他会有可识别的 那我都不这样做 我都用最笨的方法 一个来 那一个充电池 其他两个不要打开就好 就一个一个来就好 对 你这个问题 有可能像FID一样 你打电子在充电 但那是在不连线的状态下 像ID可能 它不用连线就可以少了 对 问题在上 你要做data收集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 搜集达的就是对的 还是哪样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写在程式里面 因为 那个厂商 它会有些 编码的规则 要把它 我们要写程式把它滤掉 不是它的编码规则的全部被剔除 它会给你一个演算式 所以才有钱赚 所以各位就 才有口口赚 我们才来这里 大家study一下 这个还蛮好玩的 不然我写进脚枕的写到就去哭了 写写这个立体的比较不一样 比较好玩 可是有时候头也很痛 写不出来就皮疯型一点 好 接下来我们 继续往后面看 扫描的 乖乖的 乖乖的扫描清单 就是说这台物理装置 可以连着扫描 可以连着物理装置 我发了少个清单的指令给它以后 接下来我去读取 所有的WiFi的SSID 跟强度 跟加密等式 再来我们接触 我们的WiFi清单 目前无可利用的一些 AP的清单 你这里可以看到 这一个很多 那我们接触这一个 再来的话 你就输入你的秘密 因为物理装置 你会帮我取得SSID的密码 所以这个密码的部分 你需要自己设计 好 再来一个 最重要的这一个负责 就是说 我现在实体要进行 物理装置的 化碳名称 跟密码的这个 新闻设定 然后我就把这个资料 透过蓝牙 写到这个物理装置 然后再来我们的设定密码 第十 十二个密码 就是设定其他生存的资料 这个就可以 各位观看 根据 每个物理装置 它有一些不同的规格 好 你要最后做一些设定 它实际看到这些资料写进去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物理装置 刚刚是蓝色蓝灯长亮 现在变成绿灯蓝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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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取得你的AP还有加密方式 还有强度的这些相关内容 看各位这个第一个影片 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写程式的方式 我都先写一个测试程式 验证所有的功能都没问题 再把这些code搬到那个APP 对 因为这样的话 我们下面可以放一个memo 可以把那些资料都list出来 看资料这么正确 对 然后这一个 我们接下来跟各位展示的这个 就是用刚才的那一个为核心 包上漂亮的皮 给用户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往下看 然后它这一个的话 是用不同的感测装置 接下来我们跟各位介绍一下 这个烟雾侦测器的 物流装置的相关的影片示范 物流网的烟雾侦测器 及APP的相关功能 首先我确认 这个物流网装置 是否设定完成 所以我先打开配备 来观看物流网 目前物流网的方式 目前它是闪蓝灯 可是这个装置上面进行设定 那接下来 各位 这个灯位在 灯位在 灯位在这边 对 因为这个有记得 折住分析解锁 功能 来做展示 所以我先点选 设定的这个功能 来观看我的相关的网路 环境的设定 首先我来看WiFi 把WiFi的功能打开 这是我目前连线 到达这一个华硕的节点 虽然是一个AP 但是它没有接上 Ethernet的陷入 然后我们来看更多的 这一个选项 就是说 我们开启了这一顿 可惜是功能的五线机地台 开启 那目前我的手机 功能的AP 取名字叫 Enjoy ATLG5X 接下来我们进入 我们的AP 首先我们点选加号 新生装置 选择南亚的沿线 装上电池 确定装上电池 点选下一步 进行物灵网 装置的搜寻 我搜寻到了这个物灵网 首先我先点选这个装置 再点选下一步 然后这个 可以设定物灵网 装置的相关中文名称 不进行设定 直接点选OK 不进行设定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第二個 就是我們這台手機本身提供的 AP分享機能的無線WiPhone 再點選這一個選項 再點選連結 然後我密碼是1234590 再點選連結 各位可以觀看這個燈號的電話 本來是有藍燈 現在變成綠燈 表示目前1.5的裝置 正在進行相關的設定 它提示我們已經設定完成 我們點選這一個關閉 目前物聯網是屬於連線的狀態 這裡是藍燈 接下來我們示範觸發警報 觸發警報的開關是這一個 我們直接按下去 讓各位可以觀看它的燈號變化 它變成紅燈 表示它目前已經觸發警報 我再按一次出222的公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目前有一个蓝色的绿色的小方块 它会根据装置的状态来改变颜色 以现状态它会变成是灰色的 我们招待它 利用推过讯息来通知我们5号通知的状态 刚刚因为我按了两次警告的触发 所以我们现在又时间再收到 警告触发的提示讯息 各位看一下我们收到推过讯息的通知 是属于opeline的 然后是离线状态的控制 各位可以看一下目前背景这个是属于蓝色的状态 古典选OK的一套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装置的状态它会变成灰色的 所以目前物理装置就已经是属于离线 变成灰色的动态了 刚刚有说是它不寻刀手币上面 它直接通过蓝阳过来 还是它internet还点出之后 你应该在设计不寻刀 它是那个device 因为我们已经有设定它的Wi-Fi码 SSID跟密码 所以它是收到警报的时候 透過Internet 先在家裡警報連到AP AP到Cloud Cloud的話的Service 再用TouchMessage通知我們手機 因為你不一定是在家裡 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收到相關的警示訊息 剛才那個是煙霧偵測器 我們接下來來看這個是 鹽水的漏水偵測器的相關警報 我就把前面的那些都略掉了 給各位看一下警報出發的狀況 因為剛才那個煙霧偵測器 因為那個太大聲了 我把那個聲音發亮 這個漏水的話 各位就可以看到 它會有警示的聲音跟燈號的閃爍 接下來我們來跟各位展示一下 就是測水幾次的操作 最後我們跟 所以從上面這兩個裝置 我們可以知道就是說 其實我們後端的程式寫法都是一樣的 只有那個device sensor感測的部分不一樣而已 但是那個只是說我們需要跟那個硬體的 那個硬體的工程師溝通好 就是說你是偵測淹水的 你是偵測PM2.5的 或者是你是偵測火災警報的 其實對我們寫APP來說的話 是完全一樣的 只是說一個有發生警報 火災警報是True跟Force 那你可能PM2.5它要回報它的那個 空氣頂值的數字 可能是30、50、60的數字不一樣而已 後端的這些全部都是一樣的 對 然後Adjoe跟iOS你通通可以喔 所以我們只要寫一次就OK了 那看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的話我就跟各位介紹兩個 就是我們那個APP有用到的一些 偷懶的方法 但是可以達到相同的效果的 各位介紹一下我們開發這個APP 所使用到的一些小技巧 像這個 this view的這個 原件 我們裡面有放的這個是群組 這個是device的list 所以說我們在 頁面的設計 有分這個群組 群組我們是先在Background的頁面 先把這個原件的內容先設定好 device的也是一樣 群組這裡有一個群組名稱 還有它的背景的顏色 device的背景是白色 有這個圖示 還有device ID跟device名稱 這個是它的狀態的image 各位可以從上面的這個圖來觀看 就是說這一個group的設定 圓件的上下的關係 然後下面這一個圖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device 它所使用的圓件 還有圓件的上下的關係 然後我跟各位講一下 就是說我都比較偷懶 為了方便交接 所以 底線後面 那個圓件的名字 底線後面是我命名的 底線前面的是default 所以這樣各位就可以看到 所以這樣各位就可以看到 就是說 我們 我們來看群組的這一段的程式碼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因為這個是放在背景的一個頁面 使用者觀看不到 我就把這些資料內容 要呈現的資料內容 設定到這一個群組的這一個 綠色的這一個部分區塊來 最後我再下一個指令 把這一個零件做截圖 放到這一個 isview裡面的一個item裡面來 並且設定它的高度 所以說我們在isview的呈現方式 群組高度是50 這個device的裝置是95 我們可以用這個很方便的技巧 只要寫少少的程式碼 就可以有很豐富的呈現方式 接下來我們跟各位介紹 這一個 裝置的 這一個項目的程式碼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一樣是首先把這些資料 都先塞到這一個 我們放在背景的這一個元件裡面 最後再做截圖的動作 把它放到這一個 isview item裡面的一個 便面的裡面 並且設定它的高度 那因為我們的資料來源 都是從雲端下載過來的 所以我們需要用追送的相關的指令 把資料解出來 放到相關的欄位來 各位這個部分有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我們那個有device的部分跟grouper grouper的部分 我們假如是在這個listview的時候 你點那個grouper的title的話 那個grouper是不會跳到裡面的detail的部分 譬如說我點這裡 是不會跳進去裡面的item的click裡面的 那我們就要在那個item的click裡面 做一個程式的判別 你看一下 各位看一下 我切換到前面一點點 你看我就去判別說 這兩個 這個detail是空白的 表示說這個是一個group name 所以用戶click這裡的時候 點這裡的時候 是不會跳進detail的頁面的 然後點在這裡 就會跳進detail的頁面 所以這個我們就可以同樣 因為我不會用那個listview的head跟foot 我用這個方式就可以做了 所以我就用比較簡單的方式來做 就可以達到這個效果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去看那個wifi的這個部分 請講 在那個status的icon 你是用image嗎 對 這個都image 而且我也只會用image 我不會用imagelist 因為用後邊那個 你變成在Status變的時候 要運動 對 但是我們 我跟各位報告一下就是說 我們 呈現在這個listview這一整個 是一張圖 因為以前 沒有現在那個玻璃板那麼好用 所以我整個是一張圖 等於是說我已經在 等於說我在那個頁面的設計 有一頁叫Background 我已經把那個要呈現的相關的內容 都先預載在裡面 我等一下開那個code給各位看 各位不要拿東西丟我 因為這個方式簡單好用 然後交小朋友他們就會維護了 所以 那個listview好複雜 對 而且這主要是 現在我們才可以預覽 我們以前就可以先預覽了 我們在Program的時候就先預覽了 對 請講 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說我們device 跟手機之間 要抓各種device的信息的時候 有這些ID 那你這邊是device的資料 當然是把信息先送到那個 對 然後 然後 手機呢 要不要先跟device做過註冊 要要啊 剛才我們不是有一個影片在設定那個device 那你如果手機的軟體沒有跟device註冊的話 你是收不到那個推投的表 對 因為硬體製造商為了要管制銷售的量 所以它在cloud那邊出貨的時候 就會把這些device註冊到cloud 即使你自己刪在一個上去也是block 對 所以我是想說 軟體端APP端 沒辦法直接到cloud server 直接去撈各個device的 可以啊 我沒有demo給各位看 就是說我們這個APP 它一進來以後要登入你的ID跟password 它就連到cloud去 就說你有買了幾個cloud 有註冊幾個cloud 對 然後資料再取回來 這樣子 所以那個機制已經很健康了 就是說不管你是用amaron的 或者是自己寫的rest都可以做 所以應該是TAPP跟cloud server註冊還是 還是 這個是兩個都要註冊 兩個都要註冊 對 我們利用藍牙去增過去的話 就是跟這個device講 然後它這個體會把 因為你已經註冊Wi-Fi的SSID跟password 所以為什麼要註冊這個 它第一次開通的時候 那個device已經先上雲端報道了 雲端報道說有一個device進來 但是它不曉得是哪一個login的user 所以我們的APP會再連上去 兩個比對ID配起來 就綁定說這個device是配這個login的ID 那你device要記錄這些APP 到底有多少user跟它註冊也是要的 對對對 那些都在cloud server做 都在cloud server那邊做的 那跟device直接註冊以後 就可以把資訊丟到cloud server 對 其實我們這個APP 那個APP的話 你換另外一台手機登錄 也可以是取得相同的結果 因為在手機裡面是沒有任何資料庫的 它全部都是用REST、JSON取下來 或者是把資料送上去 全部都是用這樣來做的 對 好 謝謝 我們到相關的欄位了 再來我們跟各位介紹一下 就是說我們在前面的那個APP 有來列一個清單 就是可使用的Wi-Fi 那這個Wi-Fi有強度的強弱 還有說有設密碼跟沒設密碼 各位可以從這邊可以看到 那我們的程式 在background的部分 其實我們已經先預載 把這些圖都已經先設定好 然後這個是原件的清單 然後我們利用程式的技巧 根據取得訊號的強弱 把這個圖換置到這個來 然後再根據有沒有密碼 來更換這個旁邊的圖示 接下來我們來看指示碼的部分 各位可以看到 一樣這個一樣是一個 ListView裡面有的List Item 然後各位可以看到 我這一段指示碼是先來判斷訊號的 先來判斷說有沒有做加密 來選擇不同的圖示 點到這一個位置 在接下來的這一段 這幾行程式 是根據訊號的強弱 來決定這三個圖 置換到這一個裡面來 最後我再去 得截圖 放到這個整個的 ListView裡面的一個Item來 所以說 在BiIMarkey裡面 這個Mess3Shot的這個功能 是每個元件 可視的元件都有這個指令 所以你就可以做很豐富的變化 最後感謝各位 那各位假如有什麼相關的問題 我們需要互相切割 都可以發信給我 或者是觀看我的部落 或者是YouTube的頻道 謝謝各位 好看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 還有想要看code的部分呢 我就接code給各位看 那我們先看那個後面截圖 我藏在後面的那個部分的 給各位看一下 我就會把這些 都先預載在這邊 對 然後你利用截圖的方式 把它存到前面做呈現 對 比如說我們以前 5X1 5X1又來XA7 我們就用這樣 先在這裡先可以預覽 然後那邊就是 呈現的結果就是 這邊整個圖貼過去的 對 然後我們利用this view的 我們不是去判斷detail 或text是不是空白 來決定說用截圖 可不可以被按下去 對 好 那看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 請講 那個假設我們在那個野外 對 我要求你做一個八個片 那個主力的學生生 對 但是我沒有網 沒有啊 那一種的話就是屬於 就是政府標案的 它那個 裡面就是 有SIM卡 有SIM卡 等於SENSOR裡面有SIM卡 有 我不知道台灣有沒有啦 但是我在國外有看過 他們在監測橋樑齁 怕橋樑有傾斜 傾斜多少度或幹嘛 他們就在那個 那個 那個的柱子 就是橋樓那裡會附現那個SENSOR 那個SENSOR裡面就有一個SIM卡 然後就自動會有問題它會通報 我現在是想說 以我們Ruby人的角色來講 對 要最簡單 最便宜的成分 來達到我的需求 因為我是要讀數據嘛 對 就是我手機 手機 然後把它就是 放這八個點 然後這八個點的訊號 怎麼樣集中 不要再存在 跟我手機可以輸送 我不要透過 那個 溝通的什麼4G網 那你這樣的話要有AP啊 你要有一個 就是說你要有AP放在前的中間 然後那八個點都可以連得到 都可以 跟它 COVER到那個部分 訊號都可以COVER得到 就可以做 確定可以 那你不需要有一個 綠綠的那個機器台 什麼之類的 不用啊 你就要AP就好了 對 比如說你的Cloud 這是自己寫在家裡的PC啦 講簡單一點就是這樣子 對 但是你要取得那個SENSOR廠商的那個 HTTPP REST的那一些 COMM的URL 對 那個是不一定 因為那個是商業應用 他們要賺錢的 自己工廠或什麼 就可以自己寫在 Cloud就是工廠裡面的主機啊 意思是一樣的 你可以有一個方法 你買8個Rasperity card 然後買8個那個 數分證證 這個深入的接近接待就厲害喔 然後再8個USB的SIM FET它SIM的深入 這樣就行 對 對 因為我剛剛講說 你那個 那個偵測器 應該是一個很簡單的嘛 他可能沒有電力的問題啦 他們那個神殿裝作寫得很好 他那個電池喔 那個水的聽說可以用 對 那我現在就是說 我如果去真正它人內 然後透過一個 集中 這樣子 在那邊會說 其實那個 它那個SENSOR要送到Client 或者是送到特定的IP 那個都是可以Programming的 都可以 對 對 好那今天謝謝各位 那各位假如有問題的話 就是等一下我們可以留下來 大家相互討論一下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